大家好 2019年看来注定是一个不平静的年份 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年份 大家数一数,就在最近这一段时间 一共发生了多少起恶性的事件 现在是在辽宁那边有一个对社会不满的人 他不像那些造成他恶劣处境的 那些人和机构去讨回公道 而是选择向更弱的人下手 他跑到学校去砍杀儿童 后来大家发现在四川成都七中 官商勾结给学生吃有毒的发霉的食品 造成很多学生健康状况受到损害 前些天,贵州另外一个小学 也爆发出了学生集体中毒的事件 估计起因和成都七中也差不多 就在昨天两起重大事件一起爆发 首先是在湖南有一个巴士爆炸起火 56个乘客葬身火海 更大的事件呢 最大的就是在江苏省延城地区 降水县的一个化工厂发生了大爆炸 据官方昨天公布的数据 死亡的人数已经达到60多位 62位 还有26个人 现在失踪 受伤的人数达到640多位 其中有30多位现在在病危房间接受治疗 所以最后可能呢 这个死亡的人数按照官方公布的数据 都会达到100多人 而大家都知道 中国的官方 他们一旦面对这种事件的时候 他们第一个本能就是掩饰 掩饰不住的时候 就是大事化小 把所有的数据都要缩水 最后真正的实际的伤亡人数 可能比他们公布的还要高出许多 这些事件本来都是可以避免的 不是不可抗力造成的 这不是天灾是人祸 如果这个社会救助的系统是完善的 那么那一个对社会不满的人 他就不可能 不会去砍杀学生 如果中国没有官商勾结 这样一套利益集团的统治 那么成都的学生 贵州的学生就不会食物中途 如果中国的产品做的好一点 这些公共汽车就不会起火 如果中国的这个环保检查 安全检查稍微严格一点 中国的官商勾结不是那么的紧密 那么江苏省沿城地区的这个化工厂大爆炸 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过去这几年 环保部门 安全部门就都发现了这一家工厂的 它的隐患 但是他们是怎么处理的呢 他们给他们一个小额的罚款 对这些商家来说 他们当然是利润至上的 他们只看见眼前的利益 而他们接到这些小额的罚单的时候 他们就认为这就是现在跟这个官方 跟那当地的官员建成了一个这个 一个利益链 对他们进行利益输送的一个大好的时机 所以他们就往往是通过行贿的方法 来了结此事 这就是中国的现状 最后付出代价的就是那些无辜的人 就是那些老百姓 他们用生命用健康 在为这个体制在付出代价 这些事情发生之后 习近平当时正在去欧洲进行国事访问的飞机上面 他听到报告之后就发出了两条指示 第一条呢就是说要尽快善后稳定社会秩序 中共官员讲话包括习近平 他们都是一虚一实 前面那一句尽快善后 那是虚的 最后的那一句后面那一句 说稳定社会秩序 就是不让老百姓上街去抗议 这是落到实处了 还有一条指示 就是说要查明真相尽快公布 然后这是虚的 后面还有一句实的 就是加强舆论引导 就是不要让老百姓呢 都去网上去公布事实的真相 不要让老百姓呢 到这个社会的各种媒体上面呢 去寻求啊 这个最后的真相 去要追究啊 最后谁应当负责 这个他们都是想啊 把所有的事件呢 都能够隐藏下来 掩盖下来 这是所谓的引导舆论 说到底 这两条啊 都是维稳的 最终的一个目的 就是要维护政权的统治 不管你死多少人 不管你伤多少人 他们心里面呢 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维护统治 像严惩大爆炸这种事件 如果是发生在美国 那一定会引起啊 舆论大化 一定会啊 让全社会群起而攻之 不知道多少官员要下台 不知道多少人要坐牢 而在中国呢 不会有人为此 负任何的责任 大家还记不记得2015年 天津大爆炸 死了那么多的人 烧毁了那么多的工厂和民居 有人为此负责吗 没有 大家还记不记得 在几年之前 长江上面有一艘游轮翻船了 几百号生命失去了 有人为此负责吗 没有 还有更多的大大小小的恶性事故 你们几时见到过有官员 为此负责的都没有 正是因为这些官员呢 他们不需要为此负责 他们只负责收受贿赂 他们只负责勒索这些厂家 百姓 所以说这种事故一再发生 在江苏沿城 那这件事情呢还没有完结 这仅仅是一个开始 因为那是一间化工厂 它爆炸之后 有很多剧毒的物质 散布到当地的空气当中 水源当中和土壤当中 今后几年周围的很多的居民 都要被迫呼吸有毒的空气 吃有毒的食物 喝有毒的水 他们的健康状况 将会受到极大的威胁 但是中共不允许公布这些情况 任何人公布这些情况 就是造谣 就是寻信之事 就会被抓起来 就会被判刑 这样中共就不会为那些周围的居民呢 去付他们的医药费 也不需要啊 这个补偿他们 也不需要让他们搬迁 让他们在那里生病 让他们在那里死就好了 生命对于中共来讲 不是一件事情 他们眼睛里面只有钱 他们就是要用这些人的生命 去换取他们这个暴力 换取他们巨大的财富 让这些啊 他们生产出来的这些产品 卖到全世界各地 换取美军 换取欧元 然后换取了干什么呢 大傻逼 这次习近平到欧洲去 第一站就是意大利 现在已经跟意大利签订了一个 70亿美金的这个投资和购买的合同 大傻逼 他们就是用这种方法 用金钱外交 在国际上购买盟友 一时的盟友 在国际上啊 购买他们所需要的支持 当他们在国际上 因为违反人权 而受到抨击的时候 他们要这些用金钱购买到的盟友 为他们开脱 为他们鼓掌 他们在要用金钱购买中共领导人 在国际上所要的面子 所撑下的排场 傻逼 这就是他们外交的精髓所在 而对内政上面呢 他们就是用维稳 用镇压的方法 所以 对外他们是傻逼 对内是维稳镇压 这就是中共 他们统治的两套模式 这就是他们治国的纲领 其他的都是废话 岩城这个大爆炸也不是一个个案 岩城地区的这种化工厂的这种违规的操作 这种违反这个安全规则的不顾环境污染的这种操作 绝对不是个案 在全国各地尤其是那些人口密集 经济比较发展的快的这些省份 都是这样 举一个例子说 我的老家湖北一都 那本来是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 那是当年三国的时候 陆迅 吴国的名将陆迅所住的城 所以过去叫做陆城 而陆城呢,隔这个长江对岸 就是当年刘备驻扎打军的地方 当年的这个火烧连营 移林之战就是在那个地方爆发的 山清水秀 长江从那里流过 还有一条七百里的青江在那里汇入长江 这么好一个地方 我前几年在天涯论台上面呢 看见一个帖子 是我一个老乡所发的帖子 他说一度现在那里 在青江和长江交汇处不远的地方 已经建了五六座化工厂 每一座化工厂都是一个巨大的污染源 二十多年没有回家乡了 下一次回家乡的时候 恐怕家乡已经面目全非了 国在山河破啊 每一次想到这里 心里面就非常的悲伤 也充满了愤怒 有人问我啊 说你为什么这么反共 好像中共啊也没有太亏待你 我告诉大家 面对这样的邪恶 愤怒是人应有的情绪 正常的情绪 如果你不愤怒 那说明你已经麻木了 已经被扭曲了 当然我也知道这种情绪必须抑制 必须冷静下来 冷静下来才能想到办法 想到办法才能够改变现状 现状必须被改变 那么现在改变现状的机会正在接近 中共他们过去杀鸡取卵式的发展经济的办法 已经走到了尽头 经济现在正在直线的下滑 很快就会崩溃 那个时候他们的维稳经费就会短缺 而百姓的反抗的情绪就会达到临界点 那个时刻到来的时候 我们所有的人就走上街头 形成新的政治势力 以民意召唤军心 以民变促成兵变 最后实现民主转型 这个时刻很快就会到了 大家现在要一起来 为这个时刻的到来要做好准备 怎么样准备呢?海外的通道 现在大家一定要利用自己有言论自由的这种有利的条件 为国内的同胞呐喊 为国内的通道发声 同时呢 我们要尽量多的联系我们所在地区 所在国家的那些愿意支持中国民主进程的 那些正义的力量 我们要充当他们和未来中国之间的桥梁 那国内的通道呢 现在还不适合大张旗鼓的 向中共发起正面的进攻 但是大家一定要把自己身边的通道聚合起来 形成团队 一定要去联系我们所在地区的那些被压迫 被侮辱 被损害的民众 去联系那些退伍军人 去联系那些失业的工人 去联系强争强差的受害者 去联系那些孩子被毒害的学生家长 去联系那些在污染地区 健康受到损害 奄奄一息的那些百姓 将来当那个时刻到来的时候 当大家的情绪到达到了临界点的时候 我们就一起走上街头 夺回我们的国家 夺回我们的山河 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够做到 今天呢就讲到这里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谢谢大家 再见